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雅各在离世前对他十二个儿子 一个一个的预言祝福他们 他从老大流变开始 到老二西眠 老三立位 老四犹大 接下来很意外的 雅各不是提到老五 但 而是跳到最不受人注意的 第十个儿子 西布伦 西布伦从小就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但是他和他的后裔 凭着信心谦卑地接受神的安排 把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土地 忠心热忱地努力去经营 满心相信神的应许 绝不落空 果然神大大的祝福他们这一个支派 就如他的父亲雅各所预言的一样 预言完西布伦以后 接下去是轮到丽雅生的第五个儿子 以撒加 一般解经书都认为 雅各是刻意把丽雅所生的六个儿子 全部排在前面来预言祝福 虽然雅各是比较爱拉结 但毕竟丽雅是雅各的第一位太太 雅各这么做 也是要表达她对丽雅这个传统地位的尊重 丽雅虽然得不到丈夫的注意与爱情 但是神祝福她能够生儿育女 而拉结呢 无法生育 却及丈夫的宠爱在一身 两个人都拥有神 从神来的不一样的祝福 可是他们却都专注在争取对方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 岂不也是像这一对姐妹一样吗 神给了我们丰富的祝福 然而我们却老是羡慕那些别人有 而我们没有的东西 神给我们乖巧的儿女 可是我们却羡慕朋友的小孩子进入长春藤大学 神给了我们稳定的工作 我们却羡慕别人更高的收入 神给了我们美满的家庭 我们却羡慕别人住在又大又美的房子 其实羡慕好东西没有什么不对 但若因此产生心中的不知足 甚至是嫉妒 就很容易被私欲牵引 而带出内心的问题来 雅各这个家庭的小孩子 就是在这两个女主人勾心斗角的气氛中长大的 而以撒加的出生 也跟这两个女主人之间激烈的斗争 有直接的关系 拉杰向丽雅要封钱 丽雅很生气对妹妹说 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 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封钱吗 当年是蒂亚抢的妹妹的丈夫 雅各是被骗才会娶她的 现在他也反过来指责 是妹妹夺了自己的丈夫 而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有人说 人就是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 都怪罪到别人的身上 其实这种现象从始祖亚当就开始了 神问他是不是吃了不应该吃的贱果呢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你瞧 都是夏娃儿的货 明明知道不可以吃 还拿给我吃 而你上帝也有责任 要是你不赐给我那个女人 那不就没事了吗 其实圣经一再地显示 神最生气的不是我们犯罪 因为我们一定会犯罪 如约安一书一章八节说的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神最生气的是我们不愿意认罪 约安一书一章十节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所以我一直相信 神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马上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而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已经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了 却还不愿意认罪 大卫王最了解神的这种心意了 他说 神所要的记忆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堪 利亚利用风茄和拉结 交换与雅各同情的机会 结果神应允了利亚 他就怀孕给亚各生的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 神给了我价值 因为我把十女给了我丈夫 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 就是价值的意思 中文翻译成价值 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reward 奖赏的意思 利亚以为 上帝就是因为他很慷慨的 把十女送给他的丈夫 所以就把以撒加奖赏给他 其实啊 利亚感谢神的理由 非常的讽刺 他一方面为自己这么大方 把十女送给丈夫 感到自豪 一方面呢 却很小心眼的 与丈夫的另一个妻子 还是自己的亲妹妹 勾心斗角 斤斤计较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 我比赛输了 都是因为失常 实力没有发挥 别人输了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实力比他强啊 我考试考得好 是因为我有实力 别人考好了呢 我怀疑他们都是靠作弊 选举时 我当选了 是因为百姓的支持 我落选了呢 都是因为别人买票 教会里面 是不是不知不觉中 也会有双重标准 把某些罪看得比其他的罪 更严重呢 我们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的 那都是比较重要 非守不可的律法 而我们做不到的呢 那大概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律例典章 做不到 神也不会太生气的 同性恋的罪 真的会比不信神 不敬畏神 不尊主为大的罪 更严重吗 我们教会有没有把神 眼中的罪分等级 严厉地指责某些罪 却忽略了其他神所厌恶的罪呢 我们有没有感觉 自己犯的罪都比较轻 别人犯的罪就比较严重呢 先知以赛亚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的衣服 以赛家 的确是神赐给利亚的奖赏 但绝对不是因为 他很大方地把使女 给了他的丈夫 而是因为神应允他 情持迫切 不灰心地祷告 而赏赐给他的 一切都是神怜悯的恩典 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雅各对以赛家的预言 是这么说的 以赛家是个强壮的驴 卧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家 以肥地为美 便低肩被重 成为福苦的古人 以赛家与西部伦一样 在创世纪中 并没有被特别的提起 然而 从雅各的预言中 可以让我们稍微认识 以赛家这个人 雅各看着以赛家说 以赛家是个强壮的驴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驴子 网络字典解释说 当驴被用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笨拙土气愚蠢的意思 在英语中也有同样的用法 但是呢 在圣经中 驴子是很重要 也很受欢迎的一种动物 它可以带重 可以离田 可以推磨 还可以做交通工具 耶稣就是骑着驴居 在众人高呼 和善那的前呼后涌的情形下 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 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中 说一个人是一只驴 是夸奖一个人拥有驴的力气 能力与优点 绝对没有轻视贬低的含义 雅各接下去说 以赛家这只强壮的驴 卧在羊圈之中 我们知道 羊群嘛 就是每天早上等着被牧羊人 带到草地去吃草 吃饱了就休息 晚上就回羊圈睡觉 这就是羊一整天的工作 事实上 羊没有什么力气 没有什么能力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做什么 可是呢 以赛家拥有驴的各种能力与优点 却选择混在羊群里面 做羊所做的事 亚各说他以安静为家 以肥地为美 便低肩被重 成为福苦的仆人 我可以了解 亚各以父亲的身份 说这些话的时候 内心是何等的遗憾 在他眼中 以赛家是一个很有恩赐 很有潜能 很有前途的人 父亲对他有很大的期待 可惜他被自己限制住了 他的人生观 就是一动不如一静 住在很不错的肥田美地 就安于现状 连个成为在别人之下 福苦的仆人 也不愿意出去 闯荡自由的天下 图谋更大的成就 摩西在给他 以赛家支派的祝福当中 也再一次地强调了 以赛家这一个安于现状的弱点 摩西是把西部伦 与以赛家摆在一起祝福的 他论西部伦说 西部伦啊 你外出可以欢喜 以赛家啊 在你的帐篷里可以快乐 他们将要 要将列邦照到山上 在那里献公益的祭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 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西部伦与以赛家支派 他们都愿意为公益的事 站出来 而且呢 他们在物质与属灵上 都蒙祝福昌圣 他们都要吸取海里的丰富 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唯一不同的呢 西部伦外出可以欢喜 而以赛家呢 则是在帐篷里可以快乐 而就是这一个差异 定义了这两个支派的未来 上一次的信息中 我们看到西部伦 虽然所分配的应许之地 既不靠海 离西顿也有一段距离 然而他们志在四海 喜欢外出 不让地狱限制他们自己的发展 结果成就了雅各给他们的预言说 西部伦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境界必沿到西顿 以赛家分配的应许之地 就在西部伦右下角 这一块黄色的地方 地理位置条件都差不多 从圣经看来呢 以赛家支派的能力 恩赐 人才 甚至比西部伦还要强 大卫被扫罗王追杀时 许多以色列人从不同的支派 来到喜格拉 追随大卫 组成了他强大的军队 而来帮助大卫的名单中 圣经这样记载 以赛家支派 以赛家支派的子孙中 通晓时事和知道以色列 当怎样行的 共有两百个首领 他们所有的亲族 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在所有支持大卫的支派中 只有以赛家支派被提到 有两百个首领来支援他 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件事 第一 这两百个首领呢 所有的亲族 亲戚族人都服从他们的命令 所以事实上 加入大卫军队的以赛家人 是比两百人要多出好几十倍 第二 这两百个首领是通晓时事 和知道以色列当怎样行的人 很明显 他们在大卫军团里面 担当了很重要的参谋测试的角色 他们有知识 有能力 有智慧 可以帮助大卫知道 应该怎样行 仗要怎么打 这正是大卫王在洛南的时候 最需要的人才 第三 其他支派 一定也有首领的人才来投靠大卫 但圣经特别提到以赛家 一下子就来了两百个 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以赛家的首领 比较喜欢大卫 所以通通都来跟随大卫 而是因为以赛家的领导人才 本来就是比别的支派多 北国以色列前两个国王 耶罗伯安与他的儿子拿打 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整个国家 把整个国家陷在罪里面 当大部分的人对国王的恶行 视若无睹时 只有一个以赛家人勇敢地站出来 列王记上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记载说 以赛家人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打 在非力士的基比顿杀了他 串了他的胃 如果巴沙遵行神的律法 历经图治 那从此以后 以色列国历世历代的国王 就是非以赛家之派莫属了 我相信这是神预备给以赛家之派的祝福 可惜巴沙与以赛家一样 安于现状 一动不如一静 不想改革 只想消归草水 圣经说他继续地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 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白白糟蹋了神赐给以赛家之派 可以成为以色列统治者的大好机会 以赛家之派不只是治理策略的领袖人才辈出 历代志上记载着各个支派的家谱时 七章五节这么说 他们的兄弟在以色迦各族中都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家谱登记的共有八万七千人 有八万七千名英勇的战士 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智勇双全的支派 所以雅各说以色迦是个强壮的驴 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这么有能力 这么有实力的以色迦之派 我相信我在讲这 雅各预言十二支派的信息系列以前 不少人一定对以色迦没有什么印象 也从来不知道以色迦之派这么厉害 为什么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以色迦这个支派 所要学习的功课 刚才提到摩西把以色迦与西部伦 摆在一起祝福 这当然是因为神要给这两个支派 类似的祝福 不过我认为神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 就是要我们把这两个支派 做一个比较 以色迦与西部伦这两个兄弟 年龄相近 所分配的应许之地相连接 地理位置各样天然的条件都差不多 上一次我们提到西部伦 一个平平凡凡 没有什么特色的支派 但是他们满心相信神那一个又大又不可能的应许 他们默默努力地耕耘 神就照着所应许地给他们成就了 今天我们学习到 神赐给以色迦之派 在各方面的条件 人才 实力 能力 都比西部伦更出色 那神岂不更要为以色迦预备一个更大的全然的祝福吗 神祝福以色迦与西部伦 要吸取海里的丰富 并沙中所藏的珍宝 但摩西说 以色迦留在帐篷里就很快乐了 所以可能他们挖到沙中所尊藏的珍宝 就满足了 至于海里的丰盛 还要跑到海边去 甚至还需要出海 那就让给喜欢外出的西部伦吧 以色迦 是一个强壮的女 他有过人的才华与潜力 然而 他却选择握在羊圈之中 做一只普普通通的羊 以色迦有能力扩展到 比西部伦更大的版图 发掘更多更丰富的珍宝资源 他却选择留在帐篷里 以安静为家 以肥地为美 而被局限在原来分配的土地 以色迦有很大的恩赐 神也赐给了他们很重要的机会 可以成为以色列众志派的领导者 扮演具足轻重的角色 他们却选择低肩被重 成为让人使唤的福苦的仆人 什么是羊 什么是驴 刚才我说了 羊就是每天早上 等着被牧羊人带到草地去吃草 吃饱了就休息 晚上就回羊圈睡觉 所以你在农场上 看到一大群的羊白白的一片 在那边不是吃草 就是躺着休息 要不然就是跟其他的羊挤来挤去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看过去非常的壮观 可是真正需要做几事来 羊没有什么力气 没有什么能力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做什么 要栽种 要离田 要推磨 还得需要驴子来承担 羊根本坐不来 一点都派不上用场 要走远路 也需要驴才提得上去 栽得动人 羊自己走不动 还得牧羊人抱着 你看过哪一个牧羊人骑着羊的 虽然圣经常常把神的百姓 比喻为羊群 但这是为了要说明 我们跟神的浩大比起来 就像羊那样的无知 那样的无能 那样的软弱 也为了表达神对我们 就像牧羊人对羊那么的体贴 那么的无为不至的带领与爱护 神绝对不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社会上 就乖乖地当一只羊 等着被喂养 等着被服侍 格林多前书 讨论到圣灵的恩赐事 圣经说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即以分给个人的 既然说分给个人 皆表示每一个神的儿女 至少都会被分到一种属灵的恩赐 事实上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有超过一种的恩赐的 所以从神的层面而言 我们应该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就像羊一样的 无能无知 需要神的保守 需要神的带领 然而在神的层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很有恩赐的强壮的驴 绝对可以让神使用 绝对有能力 而且也应该服侍神 服侍人 可惜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 自己是强壮的驴 结果像以撒加一样 选择卧在羊圈中 被喂羊的羊 被喂羊的羊 与服侍神 服侍人的驴 有什么不同呢 羊被服侍 是领受从人来的祝福 但是服侍神 服侍人 是领受从神来的全然的祝福 以撒加 卧在羊圈中 被保护得好好的 又带在自己安全熟悉的帐篷里 享受身边垂手可得的 沙中所藏的珍宝 比起西部伦那样 要外出打拼 面对许多陌生的环境 克服许多大大小小的挑战 还得出海 去吸取海里的丰富 看起来 以撒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 当然比西部伦舒服多了 可是西部伦 从原来的应许之地 扩展成 西部伦 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境界 必延到西顿 而以撒加 则局限在原地 当然还是有神的祝福了 但以撒加 没有像西部人一样 得到了神 原来为他预备的 更丰富 更大更美的 全然的祝福 这就是雅各 对以撒加的预言 所要给我们的教导 也是圣经 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 提醒 我们要学习西部伦 勇敢地踏出去 追求神全然的祝福 不要像以撒加 明明有能力 当一只强壮的驴 却只想舒适地 在羊圈中做一只让人喂养的羊 而失去了神全然美好的祝福 我知道 ACCCC母堂 人才积极 是一个卧虎长龙的教会 然而 教会要推动什么事工 长子要组织什么部门的团队 好像早来早去 大家都在抢着为数不多的那几位 已经三头六臂 身兼数职的弟兄姐妹 这星期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思考雅各对以撒加的预言时 神向我说 去发掘那些在教会中 还在羊圈里的强壮的驴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都能够得到神全然的祝福 我们教会有不少强壮的驴 他们做了许多很美的服饰 他们传福音 教主日学 分享见证 带领查经 去关怀探访弟兄姐妹 担任教会的长老执事 还是团企的辅导主席同工 热心参加教会的活动聚会 尽力为教会奉献 为教会 为弟兄姐妹迫切地祷告 指使在外面的宣教室 接送人来教会 或者是去医院 等等等等 真是感谢主 祝福我们ACCC 人才积极 就像以撒迦之派一样 其实 服侍神 服侍人 不只是我上面说的这些事 任何奉主的名 以爱主的心去做的事 也都是服侍神 服侍人 耶稣说将来的审判时 他会把得奖赏的人 分别出来 在马太福音 25章说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可乐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里 你们留我住 我吃生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尖里 你们来看我 这些人 这些人很惊讶地问耶稣说 他们什么时候 向主做了这些事情 耶稣说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 重点是在于 你是选择 握在舒适的羊圈中呢 还是选择当一匹 强壮的驴 服侍神 服侍人 英文 有一个缩写字 叫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这么一次 一般人对这个理念的逻辑是 既然 约束拘谨 与自由放荡 都是只有这么一生 那 倒不如放手 及时行乐一番 反正今生不在了嘛 其实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如果没有复活 没有永生 保罗同意 世人的逻辑是对的 然而 基督徒有永生 那我们如何度过这一生 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在永生中 要得到什么奖赏 要领受什么祝福 都与我们今生所作所为有关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 弟兄们 我不是为自己 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就是劝我们 要把握今生 可以服务力的 服务人的机会 要竭力地去争取神 在基督耶稣里 预备要给我们的所有的奖赏 因为优劳 我们就只有这么一生 可以去努力 就是这么一生 可以努力去追求天父上帝 预备要赐给我们的全然的祝福 而这真是应该是 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标杆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盼望你在ACCC 得到了喂养 接受了服侍 但是你要常常的思考 你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 像以撒加一样 成了一只握在羊圈中的驴 失去了神要给你全然的祝福 今天 神借着以撒加支派的预言 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如果你在神的国度 在神的家中 一向都是扮演着 吃草休息的小羊 今天 你要从舒适的羊圈中出来 寻求可以服侍神 服侍人的机会 教会里一定有 你可以服侍的事工 你的家庭里 一定有更多 需要你服侍的地方 但愿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 握在羊圈中 只被喂养 只被服侍 而没有得到神全然的祝福 因为神所应许的祝福 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属灵的恩赐 让我们可以服侍神 服侍人 因为你要我们都能享受到你全然的祝福 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就只有这么一个人生 日子就只有这么许多 帮助我们学习保罗 立定心智 好好地珍惜你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 结成地把我们的一生摆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塑造 让你牵着我们的手 引导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所有的奖赏 要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 更大更美好的全然的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